新华社新德里,4月26日电,记者胡晓明,印度海军26日说,印度超日王号航空母舰,当天发生火灾,造成一名海军军官丧生。航母没有受到严重损害。 印度海军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,超日王号航母,当天在驶入卡纳塔克邦格尔瓦尔港时,建舱突然失火。 这名军官在带领消防人员灭火时,因烟熄窒息。 随后,他被紧急送往当地的海军医院进行抢救,但不至身亡。 声明说,目前,火势已得到控制,没有对航母造成严重损害。 印度海军已经宣布对这一事故展开调查。 超日王号是印度唯一在意的航母,原位苏联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母。 经改装后,由俄罗斯于2013年11月,正式交付给印度使用。 改装完成的超日王号排水量达4,5万吨,长283,5米,最宽处59,8米。 它最多可搭载30架飞行器。 舰载人员可达约2000人。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6日电,记者卵海,据克里姆林公网站,26日发布的消息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,当天在俄国防部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,通过直播画面观摩了俄一枚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试射。 导弹在飞行约6000公里后,成功击中预射把镖。 根据普京的指令,俄战略导弹兵,当天在俄西南部的一处发射阵地,试射了一枚先锋高超音速导弹。 导弹弹头在脱离弹体后,达到高超音速飞行速度,完成了水平和垂直机动飞行。 并在规定时间击中了位于俄远东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的预定目标。 克里姆林公表示,俄国防部确认此次试射成功。 先锋导弹可按时装备俄部队。 俄国防部表示,先锋导弹的弹头在飞行途中,能绕过反导系统的侦察和攻击。 可保障其突破潜在的敌方反导系统。 普京说,潜在敌方现存,和即将启用的防空,即反导系统,都无法伤及先锋导弹。 这一特点堪称巨大成功。 2019年,先锋导弹将开始装备部队。 据俄专家此前介绍,先锋导弹使用两极火箭发动机。 其弹头能以20倍音速飞行,耐受2000摄氏度高温,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及反导系统,并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 另据俄新社26日报道,先锋导弹,已于今年7月,投入批量生产。 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空气中的音速,约为每秒340米5倍的飞行器,被称为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由于速度极快,现有反导导弹和防空导弹,追不上这种飞行器。 因此运用高超音速技术制成的导弹威力巨大。 俄政府下属军事工业委员会专家穆拉霍夫斯基介绍,先锋导弹的研发,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的较为缓慢。 但在美国2001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,俄大力推进研制工作,并在短时间内取得重要成果。 俄地缘政治研究院院长西夫科夫,当天也表示,在带有高超音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制方面,俄目前的研制水平,领先美国5-6年。 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提,男子汉去飞行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景文的胸怀与情怀。 新华社记者张玉清、张秘密、黄明。 对于郝景文来说,飞行,是挑战,是责任。 但首先,它是一种享受。 从第一次驾驶战机飞上蓝天,郝景文就陶醉于那种俯瞰苍穹,傲视天下的美感。 随着实战化训练的不断深化,它更沉迷于那种对抗与较量中的快感。 多架战机,上下翻飞,左右滚转。 从高度八千米,达到一千米。 大在赫地拉起,反扣,摇尾,摆脱,声东击西。 攻防变换。 这就是自由空战。 其间,拼的是技术、智慧。 是意志、默契。 是方方面面。 太有意思了。 太有意思了。 说起空战。 郝景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,都丰富了许多。 连声音都高了一个八度,比任何大片、游戏里的体验都刺激。 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先决条件有很多。 但在郝景文看来,最基础的一条,就是这股爱刺激、爱挑战的闯进和拼进。 空军于2011年开始组织对抗空战考核,极大的释放了军机机部队的战斗力。 飞行员们说,只有飞过自由空战,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天高人鸟飞,首届对抗空战比武。 郝景文就摘得一顶金头盔,此后竖届。 只要他的部队参赛,就一定要力争第一。 然而,窗户只捅破之后,兄弟部队很快赶了上来。 郝景文所在部队领跑,变得越来越不容易。 并且,游里的战机已服役近20年。 从当年的最新最强,成为今天的老旧机型,训练水长船高。 装备性能落后,那就只能练得更精,钻得更细。 就看谁研究得透。 郝景文说,胜负之差,往往就在毫离之间,十半秒扣动扳机,就可能功亏一篑。 郝景文带着飞行员进行千百次的苦练经飞,浩如烟海的飞参判读。 甚至连雷达扫描到几行截获最准确,机身回转到几度更能占领先机。 都要摸查清楚,验证准确。 练到这种程度。 郝景文仍然认为,还没到达局限,随着人员素质,装备技术和战场认知的不断变化。 他们的训法和战法,也在不断发展。 一次次自我否定,一次次挑战极限后的突破极限。 顶着压力上,咬紧牙关冲。 在这个旅,郝景文的一句话深入人心,强者,总是含着眼泪在奔跑。 就这样,他带领部队六次夺得空军对抗空战突防突击训练比武团体第一。 荣誉是礼,十顶金头盔,六座金飞镖奖杯意义生辉。 一次次突出重围,一次次绝地重生,一次次在拼搏中收获最强烈的刺激与美感。 这种辛苦,甚至是痛苦以后带来的成就感,是最最吸引人的。 用郝景文的话说,这是男子汉的追求,真正的强者,往往能感到更多的忧患。 长盛之师的背后,是实战牵引下的又一次自我革新。 当大家把单兵种对抗练得越来越精实, 郝景文的目光,又聚焦在新的关键词上, 体系与联合,现代战争,你不玩体系,基本没戏。 他说,一次时战化演练,面对装备性能大大强于几方的对手。 郝景文大胆提出体系支撑下的异形机混边作战, 自己的三代机甘做配角,伴随间机轰炸机蹲路进攻, 沙漠低高度远程夜间奔袭,最后攻击阶段, 在干扰机的掩护下,八架战机突然出现在对方阵地上空, 预定攻击目标被全部拿下。 兄弟部队的飞行员说,郝景文长相憨厚, 其实狡猾狡猾的,空中排兵不阵, 他有的是出其不意,兵型显着的战法。 而在郝景文看来,全新的体系联合作战样式, 早已颠覆了以往单兵作战能力标准, 没有体系的支撑, 再狡猾的骑袭都无法施展。 仗怎么打? 兵就怎么练? 然而, 未来战场上, 仗到底怎么打? 谁能知道? 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变化的人微笑。 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, 谁敢走新路, 谁就能取得无可公量的利益, 置空权之父渡黑的话语, 仿佛穿越时空, 透射今天的练兵场, 敢走新路郝景文部队的营院里, 正树立着这样一块敢自卑, 背面刻着三行大字, 敢为人先, 敢于担当, 敢打必胜, 正是带着这个敢自。 近年来, 郝景文带领团队, 率先试验是训空军训练大纲和训练法规, 在全空军率先开展海上自由空战, 远海超低空飞行, 夜间空中加油等多项开创性训练, 最难忘是第一次飞远海超低空。